听到孙姨眼眶含泪说出的一句话 才明白在浓厚的爱意 都会在长够失望后消失 爱也是追求爱情的吧 是的呀 所以我才会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40岁的决定 我是在30岁就做的 那你更明白 好 曾经的孙姨每次出现在荧幕前 提到董子健都是笑意盈盈的幸福模样 婚姻于她也是锦上添花的美好 今年我28岁 我24岁结了婚 我孩子4岁 我会 我顿时感觉到我的人生特别丰满 我感觉特别幸福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时的董子健 是真的很用心的在爱孙姨 因为在乎老婆的情绪 所以她事无巨细 从生活日常到一起 经历人生的重要时刻 董子健都是孙姨身边最体贴的存在 比如说我要喝水的时候 她可能会帮我拿一个水 但是她会帮我把瓶盖打开 孙姨生产时董子健会提前做好功课 记得要先关心情绪敏感的老婆 再去看孩子 她在医院完美的表现 让孙姨提起这件事也是心疼又幸福 就是我生产的那几天 她也都会在那个地方陪着我 在睡在沙发上 录制综艺时看到流星雨 董子健第一反应也是拍下来给老婆看 为什么双子座流星雨 有一种我媳妇在看着我的流星 我看到流星了 你们双子座流星 所以董子健不必说我爱你 孙姨也能从她的行动中感到爱你 可惜董子健的喜欢也会消失不见 从前细心无比的 她在情人节毫无准备 我记得前一节当天 然后她从早上起来 见到我的时候 她就开始说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跟我说我去给你买 但她从早到晚到天黑了 我看到快12点了 那花也没来 这个事情刚刚她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过生日了 她又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同样不需要董子健多说什么 孙姨就能感受到身边人的爱意递解 虽然两人在一起多年 但她依旧勇敢地选择结束婚姻 人都是攒够了失望才离开的 对于追求浪漫的孙姨来说 没有爱情的婚姻很难忍受 但好在她明白爱自己 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得到海了 雙耳的 自己编手